這集我們會聊聊所謂的流氓政權 那我們就得先定義什麼叫做流氓政權 流氓政權一詞是由小布希所提出的 是指打壓人權、窩藏恐怖分子 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能對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恐怖攻擊 嚴重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國家或政權 現在被美國認定的流氓有 古巴、伊朗、蘇丹、敘利亞、朝鮮與委內瑞拉 但這些都是美帝的帝國主義觀點 我們今天也不是要談這些國家 這些都不算是流氓 頂多是巷口的不良少年 那北韓的那個胖子呢? 他也稱不上流氓 頂多是手上有抱足的不良少年罷了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真正的流氓 真正的流氓可不是拿武器威脅你 要你就範而已 對大流氓來說那太low了 大流氓是文攻武嚇 仗著自己有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優勢 雙管旗下要你添他的 可以的話 他不花費一兵一卒 就可以讓你服服貼貼的 被藥時也會秀秀肌肉 他要的可能不是領土 有可能是資源或是拿到主導國際事務的權利 任何只要符合他利益的東西 也想要的你不能不給 那麼當今世界上哪些國家 符合我們前面定義的流氓呢? 簡單說 聯合國五常 當今最有power的五個國家 都是流氓 平常欺負比自己弱小的國家 但流氓間有利益衝突時 流氓也是有分大小的 你就會看到大流氓壓著另一個流氓打 而美國就是裡面最大尾的超級流氓 舉個例子 中國平常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施壓各國企業矮化台灣主權 封殺舉晴天白日期的台灣藝人 甚至用武力威脅台灣 包含軍機繞台多次實彈射擊 打著同胞演個席而已別緊張啊!的名義 對台灣各種軍事施壓 這種大欺小的行徑就是流氓 而流氓國家具體上 為了本國利益是這麼展現的 例如在面對國際公約時 一般國家如果覺得綁手綁腳 會選擇退出 例如澳大利亞 就是不要公約給予的利益 也不付出義務 而在南海 中國是不尊重自己簽訂的海洋國際法公約 即享受利益 又不承擔義務 美國三母叔叔的做法更直接 他不爽的話 連簽都不簽 你公約有什麼利益 他完全不考慮 當然也不用承擔義務 面對中國這種流氓心境 要從法理去得到爭議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默默接受 而就在2018年開始 美國與中國開始了貿易戰 美國仗著經濟體系健全 飲蛋多、朋友多 為了自己的利益 對中國窮追猛打 美國他老大想簽訂協議時 就簽訂協議 不爽時就直接加關稅 說明白也是一種流氓心境 當我們看到美國壓著中國時 我們會很開心 因為中國平常欺負我們 所以大家都希望用強權來壓制另一個強權 而不是希望用法制來解決國際問題 其實這是不健康的 但又是一種現實 國際上解決紛爭的方法 最直接的方式還是比拳頭 而不是講道理 而最大為的流氓 美國有多流氓 他覺得對他有利的條約 國際法他就簽 他覺得傷害到他的利益 他大也不爽就不簽 他看你有點囂張 又不聽他的話 而你家又剛好有石油 那麼他就會來奮民主歡樂送 美國就是這麼囂張 但好在最大為的流氓 是一個法制國家 他想耍流氓時 國內還會有國會與法院來制衡他 甚至公民會走上街頭 像是越南戰爭 美國在越南耍流氓 最後公民走上街頭反戰 獲餘壓力 美國最後撤兵 這流氓還是有底線的 如果專制國家耍起流氓 才是真的可怕 因為毫無節制 領導人的意志就是代表國家 國會、法院只是好看 人民走上街頭 那麼坦克就開出來了 說你是人民的時候 你才是人民 而專制國家能有多流氓 可以參考一下二戰四期的 納稅德國與日本 他老爺不爽 可以不斷的破壞公約 和剛簽訂的條約 入侵他國 所以結論就是 現在美國肯定比較流氓 因為他拳頭最大 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他之所以現在看起來沒那麼壞 甚至被某些國家稱為爸爸 或是正義的化身 就是他國內有人在制衡 他可以更壞 但他沒那麼做 雖然是講道理的流氓 而中國他壞不壞 取決於領導人好不好 領導人十分壞的時候 中國也就可以更壞 只有比中國更強大的國家 才有能力阻止中國 耍無底線的流氓 也就是所謂無底線的流氓 還需要流氓投資制約 而流氓投資最怕什麼 就怕老婆在家不做飯 這就是美國 那中國國會是怎麼運作的呢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 請放下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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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當今的中國 決策機構 黨代表大會功能不大 兩千多名黨代表 五年只參加一次會議 鼓掌舉手 然後會議結束 但執行權卻很大 集中在總書記習大大手裡 根本沒人監督 所以這種獨裁政權 就很容易成為很恐怖的流氓國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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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有 我們